REA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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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WOW OK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聽 本週的 你是倩 媽 我是C8 我是CK 那為什麼今天這一集的這個標題呢 叫你是倩 嗯媽 那中間這個空格大家可以自己 隨意的舔路 那主要的原因 你是倩 欠打嗎 你是欠做嗎 你是欠 你是欠罵嗎 欠罵 欠罵 好啦今天這一集呢 我是欠錢 我也蠻欠錢的喔 大家這個 有錢喔 可以贊助我一下 我準備變無業遊民 小兒贊助一下我們家的C8 小兒贊助 沒錯 他很努力 是一個很年輕有為的年輕人 我是李榮浩啊 年少有為 沒有啦 開玩笑 我沒那麼有欸 因為那個 那個C4他就是 那個 有一點事情喔 最近 這幾個禮拜 比較忙一點喔 所以我們就 小鬼當家 我們下面兩個 就男兒當自強 這樣子 好 那這個 我們馬上強制切入到這個聽眾信箱喔 最近呢 不知道為什麼喔 就是這兩週的節目喔 都沒有那個 沒有人來寫聽眾信箱喔 那 說實話是有一點疑惑 因為我也很好奇這一點 因為其實有的時候聽眾信箱的東西 能夠幫我們 湊一點這個時間啊 講直白一點是這樣 不過另外一點就是 有時候聽眾信箱的東西 可以激發出我們 就是講一些主題的內容喔 所以 其實有的時候我們是 蠻期待這個聽眾信箱 因為有時候聽眾講的東西 欸 搞不好我們沒有想到 那 連續兩個禮拜呢 都沒有人留言 那就 令我非常這個疑惑喔 然後 我就問了C4 我就說欸 幹是怎樣 就是這兩集是 大家不喜歡嗎 還是怎麼樣 怎麼就是 沒什麼人有留言 因為上一集 我自己是還蠻喜歡的 我覺得那個內容 嗯 還蠻蠻有趣 然後 就是 從從淺層的 到深層的東西 都有探討到 我覺得嗯 還不錯 但是好像大家 不知道欸 沒有留言 不是很有興趣 而於是呢 我就跟C4 提出一個問題 該不會我們的 聽眾信箱壞了吧 呵呵呵呵 所以他本人呢 就去測試了一下 所以 本週呢 唯一的一個聽眾信箱 呃 這個 這個 怎麼稱呼他呢 他的名字就叫做 就叫做 C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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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4 他上面就是這樣打 嗯 然後呢 到底是誰啊 他的這個 他的留言喔 就是 嗨 看到這則留言 留言代表我不會出聲 因為工作的關係 和私人因素 讓我必須暫時拋棄 你是欠摔嗎 你們 他用拋棄這個字 拋家棄子 你看這個人 他未來會有什麼成就嗎 儘管他有什麼成就 他還是會拋家棄子 讓他的整個家庭 啊 沒有一個依靠 可以去讓大家 安心的夠生活 啊 你看他用 我必須暫時拋棄 你是欠摔嗎 他不是說暫時離開 他是拋棄 啊 大家 不負責 對於C4 是怎麼樣的一個人 大家要看清楚 再來他後面提到 說 不過我很快就會回來的 然後他後面 瓜虎寫說 因為音檔還是要我負責剪輯 啊 沒錯 就是 我個人呢 跟CK呢 都不太會 這個剪輯這一塊 欸 不過 我們確實是有想要弄一些 新的東西啊 就是大家可以 稍微期待一下 雖然說搞不好需要一段時間 好 他後面呢 繼續說到說 也請大家不要太想我 那我想呢 呃 不知道各位聽眾怎麼樣啦 但我本人是不太會想他 所以 好 同時呢 他說同時呢 給C8跟CK CK一點鼓勵 多多留言 陪他們聊天喔 愛心 Yeah 啊對 OK 好啦我相信就是 有聽這個你是倩專馬的 啊不對 監視你是倩 啊 的這個聽眾們 應該都有追蹤C4的這個Instagram 嗯 大家應該也是看得出來他最近喔 整個 整個人是十分的鬱悶喔 非常的 郁郁寡歡 啊 甚至呢 我昨天看他PO一個現實動態 喔 他PO一個就是腳 就是 他可能在他家嘛 然後坐在 坐在地上 嗯 然後就光著腳壓 然後腿上放著電腦 然後腳在那邊 給我在那邊抖 你知道嗎 像一個網紅一樣 腳趾在那邊抖抖抖抖 到底在抖什麼東西 你知道嗎 他已經崩潰到有這個舉動 一個 全身都是肌肉的一個大男人 是 一百七十幾公分 然後體重八十幾公斤 然後全身都是肌肉 居然在那邊抖腳 哈哈哈哈 大家是 是不是 大家這個是可以看得出來 他的壓力確實是挺大的 就是大家多多給他鼓勵啊 那就是 我個人感覺他的 整個人的心態快要崩掉了 一個焦慮的抖動這樣子 對啦 那個焦慮的抖動 就是那個母雞為什麼在抖啊 母雞抖 你知道嗎 母雞抖 對啊 好啦就是 就是這就是C4的這個留言啊 就是 沒有聽眾留言 對這邊 只好讓 抖家氣質的人來留言 是不是 他扛起了聽眾性向的責任 哇 沒錯 呃 這邊會很希望能跟大家互動 除了除了在那個 除了殺時間 還有多一點想法以外 呃 最重要的也是 有在聽觀眾的人 呃 不管是有什麼樣 真實的想法 都可以丟上來 然後也可以讓我們 哇 像上週就 就有人對吉姑拉很不滿嘛 可是我們不知道為什麼對吉姑拉不滿 對不對 欸 沒錯 你可以你可以把你的想法丟在上面 然後呢 我們也可以思考說 有什麼地方可以 可以讓大家都能 當然是盡量讓大家都能 呃 享受聽Podcast的過程 所以 沒錯 當作 當作你自己的朋友 然後當作 當作你認真對待的朋友 說 講實話 雖然可能實話會讓人傷心難過 但是 這是我們進步的那個契機 對不對 說實話 就是你們 且聽眾信箱來罵我們 我們真的都 你知道嗎 也沒關係 就是要有那個互動才好 你知道嗎 你怎樣罵我們 喔什麼什麼 西班牙那個打什麼 爛摔角 爛得跟狗屎一樣 什麼 都是虛心會接受 就是我們是 很期望的你知道嗎 我們現在很像 在孤島中的 遇難的兩個人 你知道嗎 我就全身衣服都被海水沖掉 然後兩個裸體躺在一個小島上面 然後 一直盼望著遠方有沒有 一艘那個小船來 可以幫我們載走 但是時時等不到 我們現在就只有一個海灘球 然後用我們的鞋子 沒錯 我們甚至 吃的都沒有 衣服也沒有 但是有一個海灘球 對 上面畫著笑臉 苦中作樂 對啊 因為我有問C4 他說 他說其實這兩集 就是 那個收聽率也沒有比較低 那甚至有持續上漲的 的這個趨勢 對啊 所以就是 如果大家就是 有一些新的聽眾朋友 就是沒關係 你就是有什麼想要問的 或是想要說的 或是你想跟我們聊聊你的情況 我們這個聽眾信箱 都是非常非常非常歡迎的 そうですね 好 那最近呢 因為現在錄音的時間 是這個2022年的6月10號 那 在 在這個禮拜天 就是6月12號的時候 有一場 我個人非常期待的一場比賽 就是這個 潮崎豪 Noah的潮崎豪 要對上這個小島聰 那他們爭奪的是這個 GHC的重量級冠軍賽 沒錯 我個人是非常期待這個比賽 因為但是就是 因為現在有很多人 認為這個安排不是非常恰當 那為什麼呢 因為他最一開始 Noah在宣傳 就是都還沒有安排這個冠軍賽的時候 其實他們是在 我記得是某場大會上面 然後也安排了一場多人比賽 然後他們用X來宣傳這個 就是匿名的這個一個選手 然後宣稱他是Noah史上最重量級的 這個來賓這樣子 嗯 那後來呢 登場的這個選手就是 呃這個小島聰 那就引發了這個軒然大波 就有很多人認為說 哇你這個小島聰就是 算什麼重量級了 那因為可能 大家會覺得說什麼 可能新日本終於要跟Noah有什麼合作啊 可能是一些什麼 更大卡的選手 比如說什麼彭橋啊 或是 呃 Okada 或是櫻木信5之類的 要來Noah來發展一些 呃 什麼劇情之類的關係 嗯 啊結果沒想到的是來一個小島聰 那首先呢 我要先說就是 小島聰這個選手沒有不好 但是 就現在這個階段來說呢 因為他已經是上一個世紀的選手了 但是他年紀稍微比較大一點 所以他其實算是一個Mid Card的一個選手 就是他是一個 反正就是不是現在最Top的選手 但當然小島聰這個選手的 就是有有多傳奇 在我想大家都是就是 不用多說什麼 因為大家從來可能看Z頻道也都可以看到 小島聰一些很經典的一些比賽 沒錯 對那所以就是很多人呢 就覺得說 嗯這樣的安排不是很恰當 那甚至呢 他後來被安排要跟曹淇豪打一場 呃就是 壓軸賽嗎 壓軸賽嗎 對壓軸賽 GHC的重量級冠軍賽 嗯哼哼哼哼 對那 呃這是有一個前線 就是 如果說 那個 這個禮拜天的比賽 曹淇豪 而不是曹淇豪 小島聰贏了的話 那他就會 變成史上 欸我忘記是第幾位的這個大滿冠的選手 哦 OK 嘿 啊大滿冠就是呃全日本新日本跟NOA的就是重量級冠軍都有拿過這樣 嗯嗯嗯對 那 呃首先呢 我我先講講我自己的想法好了 欸 其實當時這個X的選手登場是小島聰的時候 欸我是非常興奮的 嘿嘿 我超級無敵興奮 可是我看到網路上就是大家留言都是就是你知道嗎 一片失望 呵呵呵你看 moist 現在這即是 那到底是發生什麼事 你知道那對我來說 感覺很像是呃 比如說 ブリーハート 就是他 他被宣傳 就是說 假若我們 帕書特洞辦了一場比賽 嗯 嗯 來 欸不對 這個這個比喻有點太喘息 我想一下 还有什么台湾选手可以做比喻 一个退休的选手 一个退役的选手吗 比较知名的 假如说认白好了 我的好哥哥认白 因为他也是 已经没有打摔角一阵子 那他曾经也是 算是一个非常知名的选手 在台湾摔角界来说 假如说肩帕苏宣传 史上最重量级的来宾 就是一个X选手 就出来一个是认白 大概是像这样子的感觉 对那个日本选手来说 等下这比喻好像不太恰当 我有点在黑认白的感觉 但没有老哥我很爱你 我不是这个意思 总之就是一个 对对对 就是一个他 依他现任的状况 或是说他长期的状况来讲 他已经是比较不是团体内 最主打的选手了 对对对 他不是压箱至宝 然后他不是 他不是连续打好几年 Restle Kingdom的压轴赛 近几年了 对对对 的王牌选手 所以就是就是一个 他他不差 可是近几年的风头 并不在他身上 所以没错 所以竟然 而且在这样宣传 包装的这么盛大的时候 然后出来那个预期心理 跟大家现在观察到的情况 其实是有很巨大的落差 就感觉 感觉被骗 感觉被骗 对没错 惊喜包打开来 尤其是日本那边的观众 因为他们可能 又每天接触这些 就跟跟那个 尤其是一些老牌的 诺瓦粉丝 他就会觉得说 你今天 把一个新日本的 这个一个 二线选手 包装成是一个 压箱至宝 然后来挑战我们 诺瓦的这个 历史悠久的这个 GHC重量级冠军 你是看我们没有 对你是看我们没有 但是我觉得 中文来说 还是要看整个历史来说 小岛冲确实是一个 一个非常传奇的一个选手 对 那 我这边提 就是 我就是分享一场比赛好了 就是 因为我其实对日本摔角 也不是特别了解 那对小岛冲的了解 就是 大概以前小时候 看自己频道 从以前到现在 他都是会出现在 利频道比赛里面的一个选手 所以 感受到他是一个 呃 资历非常悠久 然后有一个 也是一个 呃 非常厉害的选手 因为他毕竟到现在 都还是可以有比赛答案 表示他的实力一定是 很不错的 哦 那在 2017年的时候 新日本的 G1的 的这个 锦标赛的时候 诶 不是锦标赛 呃 那个叫什么赛 反正就是 G1的这个资格赛的时候 有一场比赛是 小岛冲对上 Okada OK 那那个 那一年是 那几年都是 Okada身世正长的时候 就是基本上都是 他在拿冠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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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那几年 然后 因为 Okada的终结季 Rainmaker 他就是一个 金碧钩嘛 那 小岛冲 他的最得意的招式 就刚好也是 金碧钩 Kozi Rariato 对 对对对 好碗金碧钩 嗯 没有啦 这是超级好 对不起 哈哈 小岛冲啊 啊 也是好 就是这个 金碧钩 好 反正那场比赛 很精彩 就是 他 虽然只打了十几分钟 嗯 但是整场比赛 几乎没有冷场 嗯 而且因为他们两个人的招式 都很像 所以就是 两个 你知道吗 就有点像两个 技能术很像的 两个职业 两个角色 在对打 那种感觉 然后就 矛盾大对决 非常非常精彩 对矛盾大对决 而且那是一个 两个世代的斗争 你知道吗 就是 上一个世代 上一个世代的那个 金碧钩的一个传奇 对上这个世代的 金碧钩的传奇 嗯 然后 两个就互靠金碧钩 哦 那场真的是非常好看 我就是推荐 大家 就是 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找来看看 就是 而且 那对现在来说 也是差不多 四五年前的事情 嗯 那 其实在四五年前 那个时候的小岛充 年纪就已经 已经不小了 呀 他到那个时候 都还是可以打 打出这样子的比赛 更别提 哦 他应该 现在 要准备 超级好上比赛 他是已经 层级已久 嗯 我相信他会拿出这个 一个最好的一个状态 来 来跟这个超级好挑战 这样子 我觉得在 在日本摔老界 比较 能看到就是 已经年近半百的选手 还在 极度 呃 高表现 呃 极度高的 运动表现 或是体内表现 这点真的是很夸张 像田中降斗 然后小岛充 然后还有 山普桂 然后 对 完腾虽然没有那么老 可是也是 也是很接近 也是快老了 对对对 对对 武藤就更不用说了 对啊 武藤可以 武藤一直到 到近年都还在拿冠军 太夸张了 到近年都还在做月面 当然 不常见了啦 膝盖都已经换了新的了 但是 还是做了 it's fucking crazy 对 真的很屌 日本的职人心神 带到职业摔角里面 我觉得这是 最精华 最高程度的 职人精神 我觉得 没错 诶 这么一说是不是 欧美那边 真的比较少 就是 年纪已经很大 但还在打比赛 对 我觉得 相较 西方的 那个摔角界 就比较少这种 过了40岁 或是到50岁 还到这么高强度 赛事的选手 像 现在想着 我觉得最 最 有印象应该就是 就是大家 最广为人知 就是Undertaker 他年纪到了很大 都还在打比赛 然后 Rick Flair也是 确实 你知道Rick Flair 最近 他有要再 办一场 回归比赛 我有注意到 这件事情 他最近一直疯狂 在他自己的 私人H上面 po他跟 那个 J的 那个练习赛 他跟J Lethal J Lethal 对 他 我的天啊 你看他的那个影片 他还可以做那些动作 他还可以打护身 对 他已经几岁了 我的天啊 他退役的时候 都已经五十几六十了 他现在几岁哦 73岁 Oh my god 他几年出生 1949年 台湾都光复了 刚光复 他是经历了快 Oh my god 1949 对啊 他1949年出生 他已经73岁了 然后他居然还要办这个 回归 这个 一日限电比 应该也是一日限电比赛 但是 你从他那个练习赛里面 就可以看出 他年轻时 所能做的 的动作 他现在都还是能做 我真的看了 真的是会非常感动 那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我记得 几十集之前 也有提到的一个 历史很有久的一个 双打组维 叫Rock and Roll Express 他们也是 他们也是到现在 都还有在打比赛 就是虽然不多 对 但是还是有打比赛 对 他前几年好像 还有跟Young Box 还是Jeff Hardy Boys 他们打 打独立圈的三次 对 没错没错 当然 西方这边也是会有 可是相较于日本来说 就确实真的是少了一些 那 那甚至很多选手 其实三四十岁就 就退役了 而且 我只误上要 强调是这个 强度上的差别 就可能年纪 年纪相仿的选手还是有 但是你可以看到 呃 那个 我觉得田中啦 田中这样都是 田中真的 是非常非常夸张的一个例子 很夸张 就 他现在都在讲 应该说他现在还在 扛高质量的 压轴赛事 然后 而且 不只是跟 那个 可能同期的选手 他跟 现役的一些巨星 可能你可以看到 之前去DDT 跟 跟后腾那些选手 打比赛 而且 都还能打出 他 属于他的赛事 有他风格的赛事 我觉得这件事非常夸张 他持续在进化当中 而且他还是可以那种 有爆发性的 狂冲 猛冲的那种 对 那种动作 他都还有办法做出来 因为 像比如说 我们说的 呃 一些比较 比较老还在打比赛的选手 有些其实他已经 他已经 看得出他那个老太隆中 他已经没办法 那么有爆发性的冲 他早上开始已经弱化了 对已经弱化了 可是他还是做得出来 但是就是看得出那个老化的痕迹 没错 但是田中 他不是 他是到现在都还可以狂冲 猛冲 你知道吗 像吃了炸药一样 对对对 他就是一个 他就是一个炸药 他现在应该还是可以 轻松的把别人干倒 没错没错 三不贵也是 我个人觉得三不贵也是 而且他是越老越强 怎么会有这种人啊 对 我觉得他好像年轻的时候 还没有 他现在52岁 可是我觉得他还在 还是持续在进化当中 而且他身材维持着超级无敌 好夸张哦 天哪 对超级无敌侧 Oh my god 而且 其实 因为 CK啊 对田中的认识 有超越这个 这个对于荧幕上 对他的观察 超越友谊 友谊关系吗 对 有达一丈恋人未满 你可以注意到 其实他的膝盖已经 快爆掉 他的膝盖其实已经 已经承受 长久的这个 耗水 多年的摧残 对对对 历经风霜的一个双腿 其实他行走的时候 已经不是很方便 他在日常生活当中 移动 你是可以注意到 他的膝盖 其实是有点 一拐一拐的 但是他上了擂台之后 你完全不会注意到 他是有什么样 伤势的一个选手 所以 这就是 这个显示出 他对 他对职业摔角的执着 还有 他的 他的努力跟天分 我觉得这个 这已经 我觉得这是世界顶尖的选手 你不讲 我真的不知道 因为 我对这个选手 其实真的 因为你之前 有在Zero One那边 待过 凯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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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选手 你的其中一个 呃 你代理的这个选手 曾经有去 Zero One有去训练过 学习过 对啊 可是他是那个时候 那个 田中就已经在Zero One了吗 田中是很早 在Zero One成立的时候 那个 那个 桥本 曾也 破坏王 创立Zero One的时候 就 签的一个 其他选手 哦 了解 所以他算是Zero One的 老字号 招牌选手 哦 了解 了解 因为 最近 也有一个 那个 一个大会 是这个 应援大鼓 金二郎的 这个 这个 这个大会 没错 就是 就是大鼓 大家 现在的状况 我想就是 各位听众应该也都知道 就是他跟 山普龟打了一个 冠军赛的时候 对 然后被一个 往脚坐 抛摔的一个 一个German 哦 一个German的动作 对 然后 伤到了颈椎 对 伤到颈椎 那目前呢 是 整个人是 无法动弹的 这个一个状态 就意识又清楚 但是 癫痪的状况 对 简单来讲就是癫痪 就跟那个 高山上空 跟高山 一开始的情况 还蛮像 嗯 嗯 那 其实这个音乐大会 我们可以讲一下 因为他最后的压轴赛呢 就是 山普龟对上 这个天宗降抖 啊是 哦对 这场赛是安排 就是 像刚刚讲的 天宗降抖呢 是 Zero One 创立 初期的 超创成员 然后 他 其实他 除了 乔本 曾野 本身的 巨星魅力以外 最重要的 两个旗下 选手就是 大谷金人 还有 天宗降抖 那 他们彼此是 有很深的渊源 不管是 作为 对手 或是作为 队友 他们创了一个 叫 演武联盟 的一个 的一个 双打 也是 也是 扛了 Zero One 这个招牌 在 在日本 Zero One 闯述一片 名堂 所以 这次 他 等于说是 替 替大谷金人 出 赛的 一种 这样子的意义 然后 去 争夺这次的 应该是 AWA吗 世界中央冠军 而且他 甚至 这个 田中他 出场的时候 是用大谷的 这个出场 他是用 他是用他们的 这个 双打 演武联盟 松打的 松打的 这个出场乐 那他这个出场乐 其实就是 田中自己的 出场乐 跟那个 大谷自己的 出场乐 的一个 mix remix remix 对 而且真的是 蛮值得 去看一下的 因为 那一场 我觉得 因为我 我没有看到 完整的影片 完整的比赛 我没有跟到 直播 那就是 大家看一下 就是 一些片段的 画面 其实 是可以看得出 三浦 他在 出场的时候 那个就是 他整个人就 有种魂不守舍的 感觉 整个人就不好了 对 我觉得他是 真的被 这个事情 影响到很深 因为 真的 对 我相信 谁都不想要 发生这种事情 而且 然后毕竟把一个 就是也很有水准的 一个选手 嗯 呃 虽然说也不是他故意的 就是当下可能是 双方都有发生一些什么失误 所以才导致这次 呃 这个这么严重的一个 瘫痪的一个事情 而且我想 我想 三浦跟大谷彼此也 我猜啦 因为他们也是差不多 年纪相仿的 我觉得他们彼此的 私底下的交情 或者说 或者说 对彼此的 同一个年代出来的 他们会有可能 有更深一层的连结 就有点 就是 就是你的好朋友的感觉 就 就你能想像 今天 不小心把你的 好朋友 干 我这笑 太糟糕了 不是 这就是 刚好前 前几个礼拜 怕数 的比赛 发生过一样事情嘛 就是 X王跟 跟哈卡 就是 他们也是一样的 感觉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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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那承受的那个 巨大的心理压力 这 是真的 不是一般人 能扛 扛得起来 对 就是大家 呃 台面上可能看不到啊 但是 就是在后台的时候 那个 我个人哦 就是当下 发生这个事情之后 我 你知道吗 偷偷 偷偷在观察 这个X王 也是 这个选手 你知道吗 我是 说实话 就是那个 意外发生的那天 我是第一次 看到他 他有这么 这么 落寞的一个表情 嗯 对对 嗯 因为 之前可能 就就算 他有什么比赛 打不好啊 就是他 他自己觉得 打不好 什么 他可能就是 到后台 就是一直讲说 哦 今天打得超烂 嗯 然后打什么东西 什么 大家可能就是这样 讲讲而已 可是那天是真的 我第一次看到他有 就是 原来哦 这个人 他也是会难过的 哈哈哈哈 就是有这种感觉 原来他不是 一个机器人 哈哈哈哈 对 原来他不是个机器人 好 对啊 就是 那个 大股音乐大会 就是大家 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去订阅 他们的那个 这个 他们有跟合作的一个串流平台 那上面都可以看到 完整版的影片 嗯 那 就是这边也是 祈祷啊 祈祷 那个大股音乐大选手 可以赶快 诶 有些好转 嗯 平平安安的这样子 没错 好 那刚刚我们 就是我们讲到这个 大股的这个事情嘛 对 就是 因为不管是他 还是高三啊 其实 哦 就是可以恢复 基本上他们的状况 以目前来说 好像是 都是如果能恢复正常新轴 就已经算是奇迹了 嗯 这就让我想到 就是 其实还是有很多选手 他们都是在 雷台上面 发生了一些意外事故 就直接在雷台上面走掉了 就是 哦 那 刚好呢 就是 最近我身边有一个 有个 朋友 他是我一个学长 那他 他也是 做Podcast的节目 哦 因为我是读戏剧系嘛 所以他的节目 都是讲一些 跟演员有关的一些东西 那 他前一阵子也是 经历了一些 就是 家人的 这个 世事 这样子 对 就是 反正那阵子 就是你知道吗 就是看他的一些 发文啊什么 因为他刚好是一个 文笔非常好 出过书的人 哦 就是 哦 那阵子随时都可以 被他一些文字 就是你知道吗 看着 灿烂泛 这样子 好 然后他 他最近这个节目 就是 呃 开始重新录制 就是因为他的 呃 家人已经走掉一段时间 然后 呃 刚好呢 我就听到他有一集 就是跟我 另外一个学姐 就是也是做演员的学姐 是 然后他们在聊到 这个 沉浸式剧场的 的一些 一些内容 嗯 那 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什么叫 沉浸式剧场 那 哎 简单的来说 他就是在一个 非典型的一个剧场空间里面 做演出的一个 一个演出 等于说 不是去 不是去 呃 什么 呃 国家 国家 不是去什么 两庭院 什么水源剧场 什么 不是 他不是在剧场空间 他是 呃 比如说 比如说 今天我们在一个酒吧 嘿 就在酒吧里面演出 呃 那他的演出形式是 是怎么样啊 他是 他是 你进到这个空间 你会不知道你今天 身边这些人 他到底是演员 还是他 他是一样跟你一起来看戏 这个人 哦 就是他是要让 观众完全的沉浸在 现在这个 呃 这个空间里面 散发出的这个 这个一个 魔幻的一个 一个力量的一个地方 的一种演出 等于说 等于说演员跟观众的界限 其实是非常模糊的 对 是非常模糊的 因为 呃 像前一阵子也有 就是台湾这 这两年 有一个演出 有一个曾经是剧场演出 叫微醺大饭店 哦 他其实就是 对 他就是 这样子的演出方式 然后 他甚至是会 比如说他会限定 这次是1980年代的 微醺大饭店好了 嗯 那 他就是 你连 就是进场 的观众 都会要 要求你穿 1980年代的服装 还有 dress code 这样子 对 还有 dress code 打个岔 不好意思 就微醺大饭店 他这个表演 是在哪个 场合演出啊 我要 他就是在一个饭店里面 做演出 他真的就是微醺大饭店 Holy shit 所以大家就是 进到这个旅店里面 然后去 参与这个 这整个演出 因为他真的是 参与这个 因为我 我自己是没有去看 但是我听一些 有去 看这个演出的朋友 据他们所说 你进到这个 呃 演出空间里面 呃 你会不知道 你现在身边的人 到底是演员 还是他 跟你一样是观众 因为他们里面 发生的事情 都是 就是在这个环境 当下自然而然 会发生的事情 比如说 呃 他们在 一个饭店的 一个酒吧 然后就是 很多人在那边 喝酒啊 喝个调酒 然后可能就会有人 来搭讪你什么 OK 呃 这都是在一个酒吧 会 就是会自然而然 发生的事情 在真实世界的人 对 真实世界都会发生的事情 嗯 但是 其实这些都是 经过设计安排的 这是有一个 演出的一个套路 嗯 那所以 通常 曾经是剧场的 这个演出呢 他会稍微带有一点 即兴性 就是 他会随着 现场观众 今天 比如说 呃 我随便举一下 假如说 就是微薰大饭店好了 他可能现在是在一个 呃 一个酒吧 一个吧台的空间 那莫名其妙 就有一个观众 他走到吧台里面 诶 这个时候 因为 正常来说 我们的剧本 不会有 不会安排这么奇怪的一个桥段 就是不会 有去先预想说 假如说今天有客人 走进吧台 那我们要怎么应付什么 所以 其实这种曾经是剧场 有很大的一个部分 都是需要 靠即兴的 的一些演出 的一些功力 嗯 去来完成这整个演出 嗯 但是 是聚一些 就是有演过 曾经是剧场的演员 来 他们所说 聚他们所说 因为 当下你在这个空间 就跟他的名字一样 你是整个人 沉浸在这个剧场里面 没错 所以 不管发生 多少 多令人意外的 的事情 你都会觉得 那是 那就是当下 发生的事情 所以你自然而然 可以找到 一个 可以解决的方式 去做演出 嗯 感觉就很 就很像 你 你其实就是在 过你的生活 但是是用这样的角色 在过现实生活 所以这样 发生什么样的状况 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其实 基本上 你也不能说 这个是设计过的 或是这是一个演出 就其实他就是一个 另外一个人 用真实的 情绪跟情感来 回应现在的状况 对对对 没错 所以他是一个 就是 等于说是 整个剧团 整个剧组 呃 他去营造了 一整个表演空间 让每个来 进来的观众 都可以享受在 这个表演里面 甚至你就是 表演的一部分 哦 那 这个东西就让我想到 职业甩脚 你知道吗 因为 你看到 陈青市剧场的 的这个 他这个东西 就是 呃 在一个空间 然后有一些人 在这边做演出 然后观众也是 进到这个空间 然后观众的一举一动 都会影响到台上演出 就是现在演出人员的 的未来的发展 那其实职业甩脚 跟这个东西非常像 虽然说我们是禁忌 嗯 但是我们很常会提到说 比如说观众的呼声 越高 可能大家就会 越热情 越热血打出来的东西 这个能量也就会越高 或甚至假如说 呃 像我 我之前有听 Hysenberg分享过一些 他跟国外选手打的 打比赛的一些 一些事情 是 他就是说 呃 比如说 他今天队到的选手 他可能是一个 比较高壮的 比较高壮的选手 然后他是 擅长一些衰迹的 是 但是今天那个选手 在打他 打击击的时候 台下的观众 呃 呼声非常热烈 那这个选手 他就会改以 多 多打一些打击器的方式 来去打 来去打这个比赛 对 所以 其实台下观众的 任何的反应 都会影响到 我们台上选手 我们要怎么对付这个选手 我们要怎么进攻他 都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些 这些进攻手段 那 其实 这跟曾经式剧场是非常相像 那甚至说 像日本 日本那边还蛮多这种 比如说 在酒吧打摔角 或甚至在那个电车上面打摔角 那他都是一样的意思 他就是在一个 一个空间 然后我们 把他 创造了一个 一个剧场 魔幻的一个空间 然后用这个 呃这个力量 让这个整个空间包覆住 然后在里面去做一些演出 那在摔角的时候 就是做一场比赛 这样子 那 这个东西是 我觉得这两者 是非常相像的 那 曾经式剧场 他其实是一直到2003年 才开始有人拿这个概念 做演出的 嗯 但是职业摔角的历史 他其实已经有 呃 哇 1940 1950 就开始 就开始有职业摔角 搞不好更早 甚至更早就有 其实 呃 应该说19世纪末 其实就 就有 其实就有 对 但是一直到 哦 而且 又 19世纪末的时候 那时候是一种 就是有点 有点 有点像马戏 马戏表演 嘉年华会 然后 会友的一个桥段 就是 就是那时候 那时候早期 早期有这样子一个互动 早期的 红白歌唱赛啦 就是他 一定会有 就是会 一个过年的一个活动 对 对对对对对 没错没错 然后那个 会请当地最强摔角的时候 跟 跟这个 现场 哎 跟现场的观众 挑战 就看 有没有人可以打过这个摔角选手 这样子 哦 可好是哦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有一些 有一些 有一些这个 比较 比较不知名的 呃 可能平常就有在练习角力的选手 然后 然后就是因为这样子在地方 呃 闯出名号 就哦 这个人打败这个这个这个摔角选手 而且 大家都不知道他怎么有实力这样子 就等于说他是直接从观众里面挑一个人 呃 呃 呃 跟摔角选手 较劲 然后 就是 19世纪末最早最早就有的一种娱乐 然后后来再慢慢演变到 好丢啊 擂台里面 所以 他就是 沉浸士 他就是沉浸士 他就是沉浸士 没错 他就是沉浸士 所以 我 就是我在看到这个 他们在介绍沉浸士剧场的时候 的 很有感啊 瞬间第一个想法 我就觉得 我个人认为 沉浸士剧场 非常有可能是从 职业摔角里面 演化出来 或是 有人看到职业摔角 就是一些剧场工作者 他看到职业摔角之后 嗯 把这些精华 集取出来 然后变成这个沉浸士剧场的东西 嗯 但这只是一个猜测啦 就是 当然不排除 因为 在一些 不是 典型剧场空间演出的 这个概念 其实我相信很早就有了 很早就在发展 但是 这个沉浸士 就是让整个空间 沉浸在一个状态里面 去演出的这个概念 呃 真正做这个 这个完整的演出 是到2003年才开始 对不对 是呃 从 从台 你是指在台湾的部分吗 还是 不是不是 曾经市场 这件 整个世界 这个 哦 对 因为它其实是很近几年的概念 就是它到最 最近十几二十年才开始有人在做这个东西的演出 对 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酷的一个东西 那 不知道未来会不会有人研究 但是 但是 我个人呢 是提出这个 这个 这个 一个论点啊 我觉得是非常有可能的 你说 因为两者是非常相像的 哦 这是 OK 对 在西方国家呢 这个直接摔角又更为更为盛行 所以不可能 不可能啊 不可能 我想 呃 我想 这个就是为什么 呃 我们 我们在 我们摔角的 表演空间 是一个很 很 为什么它会 它 它会这种 它跟观众的互动性这么强 其实你看它的这个 舞台的设计 嗯 嗯 我们就是一个四方行人擂台在中间 然后观众是四面八方的 嗯 我们没有一个特定的角度 就是没有一个隔阂 没有一个舞台在前面观众在后面 或是舞台在哪边 然后观众 它 它的 它的视角不是只有单一的 不是从我到你的 的 的距离 它 顺脚是一个 一圈 我们这个 这个英文叫做 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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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sorry Theater in the round OK Theater in the round Round 就是四周周围的意思吗 所以 嗯 它这个 我们说演出者 或者说摔角选手 跟观众的界限 就 就不是那么明确 它是 它是一个即时性的 然后 然后我们在 我们在比赛的过程当中 是很 很 依赖 或者说 非常需要 跟 观众有强烈的连结 然后 彼此去参与 一个 过程 然后达到了一个 到一个 当然 比赛结束就是 我们可以 以 以剧场来讲的话 就是这个 演出的终点 但是 我们要怎么样达到那边 我们是很 很需要 跟观众一起创造的 所以 没错 没错 所以 所以 所以当 当那时候 疫情 疫情爆发的时候 这种 无观众适合 就是 你就会觉得 啊 都会打什么鬼 对 因为 没有 因为 我知道 可能很多观众不知道 就是当你今天 在台上打比赛 可是台下 是不是 鸦雀无声的时候 台上的选手 会有什么心情 他就 我靠 我是打得很烂吗 怎么大家都 没有反应 我们是会有这种感觉 所以当我们在打 无观众适合的时候 你就会 不知道你打出来的 这些东西 他 是不是 有机的 他是不是 打到 有打到观众的 哦 讲到有机 非常 非常重要 对 这是不是 他就会 他是不是一个 自然的过程 对 他是不是自然的 还是 其实在观众眼里 看来 哦 这东西超烂 就会不知道 我们很去 对 所以 即时的一些 回应跟互动 回应 没错 没错 呀就是 这不是 这摔着手在 在竞赛 这个 应该摔着 应该唯独 摔着世界 有这个特别的 嗯 就是说我们 不是只有摔着 选手在 在擂台里面 竞技 嗯 我们是 需要跟观众 一起有强烈的 连结 然后去创造一个 属于我们的空间 这样子 对 而且应该这样说 摔角 最经典 最精彩的 几场比赛里面 一定都有 最热烈的观众呼声 嗯 可是 通常 没有观 就是 通常 没有观众的比赛 或是没有观众呼声的比赛呢 我们不太会去认定 这是一场好感的比赛 尽管他今天做的东西 再怎么样好 那当然 就是我们 我们作为选手来说 可能就看得出来 就我们拿那些 无观众适合比赛 举例好了 我们可能看得出来 他做这些东西 有些是很有水素 很厉害 很精彩 或甚至我们知道 这些细节的人 我们就会觉得 这感觉超屌的 可是作为观众来说 今天没有那个呼声的存在 好像 这些东西就都 都不是有效的 都是没有用的东西 没错 对 所以 我觉得 这个东西 观众的互动 跟整个 曾经式剧场的概念呢 就是在摔条 这一块是 非常的 那 呃 受用啊 非常有用 那 呃 我想到 我想到 那个前阵子 Zio跟KJ在 赤身造动打一场比赛 那场比赛 那场比赛 那个是 有点像是软电赛 因为擂台 擂台因为 擂台没有搬过去 所以 他是在一个 他是在一个 类似运动场上的一个 一个广场的空间 然后 所以 当今天 那个擂台拿掉之后 那个擂台的绳子啊 然后没有一个 提 就是 没有架高的一个设定的时候 你要去关注的 观众要去看哪里 其实 那个 会比较不明确 因为 因为 今天就是一个 很平的 一张 地 地垫 然后 放在 广场中间 但是 但是那场 那场比赛 我印象很深刻 是因为 刚开始 比赛刚开始的时候 其实 周围的观众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没有人知道 这边有一个 帅走赛事 正在进行 然后 可是 可是到后面 这个Zio选手 跟KJ选手 在 不管是 打到旁边的草丛啊 或是 打到 这个 摊贩区啊 或是打到 这个 这个广场的一个 小舞台啊 然后那边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像是 还有一个钟 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 但是 就是 就是他 比赛开始进行的时候 观众开始注意到 哦 这边有赛事在进行 然后 他们也可以 针对 这个赛事的内容 表现他们的情绪 表现他们的情感 那这个时候 就是 所有人都在参与 一件事情 没错 所有人都在参与一件事情 然后 然后 可以在 透过 比赛的内容 跟观众的互动当中 彼此是在交流 彼此是在 建立一种 很 很 很微 很微妙的一种 情感关系 所以 那整件事情就变得很好玩 所以 到最后面 呃 那个广场 其实很大 虽然广场是主舞台啊 那旁边还有一些 接梯啊 到 到第二个 呃 算是 算是二楼吧 二楼的一个 呃 二楼的另外一个平台 然后 甚至是到广场 旁边 因为 那次身照都是音乐剂嘛 然后有些休息区还是什么 就是 本来是大概 聊 一开始 不知道发现什么状况 到最后 周围围绕 我觉得将近有快 百来为 观众在 在 在参与 这场比赛 嗯 嗯 然后 这 这就是 这就是摔角 我觉得 特别有趣的地方 对 而且 呃 像你说的 刚刚的 你说的那种场面 就是 呃 我 我举另外一个例子好了 就是可能 有一些 就最近的 最近几年摔角 常常会打到雷台下 哦 是 然后 会去到台 尤其是英国那边 英国那边很多 打到雷台下 然后 诶 不止英国啊 美国有 就打到雷台下 然后就是 可能选手 就嫁住另外一个选手 叫观众攻击他 对对对对对对对 其实这 这都是 在 曾经诗剧场 的演出里面 有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嗯 所以 哦 我个人啦 提出这个论点啊 未来几年 如果有人 啊 写了这个 跟这个有关的论文 请问 职业摔角 是否为 曾经诗剧场的先机 啊 这个 大家就要想到 其实这个 你是倩 妈的这个 118 早就在 2022年的时候 讲过了 哈哈 现在学术街 做上机好 没错 这是一个 伟大的发现啊 伟大的发现 好 那 我们今天这一集呢 就是也差不多 告一个段落 然后 呃 本周的这个 推荐的比赛呢 那我就推荐这个 2017年 就是刚刚说过的 这个 Okada 对上小岛冲的 这场比赛 嗯 虽然我们的 呃 这集的播放时间 就是 呃 这周日的那个 比赛已经打完了 不过 我个人还是觉得 这场比赛 非常值得去看一下 看一下小岛冲的 什么叫小岛冲的瓶颈 啊 什么叫小岛冲的金币构 那真的是 非常精彩的 的 的一场对比 我想这边 我想笑到 给这个 强者只穿 黑内裤 因为我 因为我们在找新闻资料的时候 是有去参考他 他分享的文章 然后 呃 没错 那我 我想他 他 他的这个 他分享 小岛冲跟 曹琪豪这篇 的 的内文呢 他又写到一个 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 大家一开始都觉得 这个是二线选手 来出赛嘛 就觉得 怎么会这样子 打亚洲赛 但是呢 什么样 他本来也是这样的心态 但是什么 什么样的点 让他 心态上有所转变 就是说 那个 除了 除了很多 很多大咖 呃 受神啊 或是汉 汉生啊 为小岛背书啊 就是 呃 来替他加油 呃 替他 呃 替他宣传这个赛事 之外呢 是这个 呃 有一个采访啊 采访 小岛 小岛冲对这次的 对这次赛事的想法 就是 他 不是以 不是一个 新日 对上 诺牙的一种 呃 团体 抗战 他是以 自身 资历三十年的 摔旧选手 然后 他想要再测试 自己的底线 在到哪里 就 这对他来说 才是真实的东西 没错 所以不是只是一个噱头 然后要吸睛 No 这是小岛冲的 意志 小岛冲的挑战 然后 在挑战自我 突破自我的一个过程 是哦 哇 好感动啊 是哦 这场算是 嘿 如果有 有跟到这个比赛直播的观众 也是 非常欢迎你跟我们分享 就是小岛冲对曹曲豪 这场比赛的 的一些想法 或是看法 啊 那 今天这集 你试见 妈 就到这边 告一个段落 啊 我是 C8 我是CK 呃 让我们期待 C4 早日归来啊 虽然他抛架气质 啊 就这样啦 大家 拜拜 拜拜